每天吃一瓜 封闭姐巴巴巴 不要不如预期之后 平台也曾试图通过加大宣发力度来死马当活马医 但是杨密内是有空组团打游戏 有空去嘎那蹭红糖 就是没空配偶项目好好的上上综艺做宣传 用心的做一下扫楼等线下拉流操作 完全就是一副拿了片酬就可以功成身退的态度 但是眼下他又变得十分怪绝了 对平台发出上亿的讯息 表示自己可以好好配合宣传 杨密不想大力宣传胡摇 理由倒是现成的 一方面这项目是加航给他接的 他私心里也是不期待这项目播的太好 让加航占便宜的 另一方面他实属讨厌静敢跟他四方的龚俊 也不想有跟龚俊联合宣传的行程 至于说他为什么现在又态度转弯了 理由也是摆在前面的 那就是他真的已经得罪不起平台了 由于这个剧本本来是播的稀巴浪 让商务方开始质疑平台的眼光 而主演们又都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态度 所以平台已经打算放弃这个项目 直接提前开超点 把剧台走了 那亚密的处境就是刚被影圈 七天无理由下架 现在又要被平台退货了 所以他当然要乖绝一点 让平台无论如何留点余地和前面 不要让一部快40级的剧播了不到半个月就开超点 贝比和迪丽热巴虽然在流量花里也不堪剧 但好打人气服射面馆 剧在内鱼播不好 但还能把版权添加卖到海外去 让剧本和平台受益 亚密现在是真的存扑 他要是再不好好提升一下素质 真有可能哪哪都没有立足之地了